目前我们的匡列的接触者有79人 我们目前只裁剪了一位 一位也是阴性 那另外在居家隔离的部分 有隔离了19位 看得出来疫情指挥中心防疫的速度 真的是只有快狠准三个字 指挥中心21日傍晚临时公布 一名30多岁丹麦籍技师 来台检疫期满后6天 验出阳性反应列为境外一路确诊 不到一天的时间 22日疫情记者会上 指挥中心就透露 以针对这里确诊个案 匡列79名接触者 其中有19人正在居家隔离 并以裁剪一名接触者 检验结果为阴性 有根据这个疫调 他就是都在 在上班的时候 都是全程戴口罩 平常在这个住假的部分 也都有 没有到处乱逛 至于其他更详细的行程足迹 石灰中心也还在进行 异调确认 不过指挥官程始终也透露 对于案874简疫期满后 到工厂洽工的足迹 其实不太担心 在目前从回报的情况 他们执行相关的一些感控防护 应该说防护 做的应该还算好 那反而是出了工厂之后的 那几框的一个空窗期的话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担忧的 不过这就要看疫调的情况怎么样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案874当时验出的CT值只有30而已 外界质疑案874有可能是受到本土感染 不是境外移入的个案 一般来说境外移入个案的CT值 应该要来得更高 指挥中心进一步分析其他检测数据 说明这例个案就是境外移入 它的血液的抗体的一个检验 那目前知道IGG是阳性 那IGM它是阳性跟阴性 就是没有办法区分出来 可能已经发病了四五个礼拜 那我们推这还是以境外移入的 感染为可能性最高 看来目前对于这例个案的案情 大家是不用太过紧张 但平时的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因为今天国内还是新增了 6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分别1例来自科迈隆 4例来自印尼 及1例从菲律宾入境 其中案876从印尼返台的确诊个案 是一名本国籍20多岁男性 在今年1月1日出现咳嗽相关症状 但只有自行服药每去就医 并在1月19日返台 大气前持有3日内检验阴性报告 入境时主动告知症状 在机场接受裁检 并在今天确诊 以掌握这名个案 同班机前后两排8名接触者 列为居家隔离 其余新增的5名个案 这次从入境至今都没有出现症状 因此没匡列接触者 截至22日为止 国内确诊已达到881例 其中有774例是境外移入 68例为本土病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